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因为经常听到有人说 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小伙伴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狗狗的脾气非常的好 可是这天宝宝欺负狗狗 踹了一脚之后 狗狗记仇了 看完就别笑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女孩和小狗狗 一直拿着对方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 所以这天他们一起 在沙滩上玩耍的时候 小女孩就故意的踹了狗子几脚 但是狗子却并不喜欢 小女孩对自己做出的这种恶作剧的行为 她选择了当场就报复回来 所以狗子十分迅速的起身 把身上的沙子全部都拨到了女孩的身上 不过因为知道狗子并不是真正的生气 而是在和自己打闹 所以女孩也没有丝毫不开心的意思 果然小朋友和小动物 永远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在一起相处的过程中 时时刻刻都会发生 又可爱又有趣的事情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